刘卓良 接下来你可以和女嘉宾见面了 腿好长哦 欢迎刘卓良 很帅气 很阳光 但是今天没有穿警服 挺好的 你觉得脱下警服的时候 大家很难猜到你的职业 可能我看起来比较轻松一点 一点不严肃 现在当警察多长时间了 我们转改从19年到现在 有三年了 因为这个卓良平时还有一个工作 也在进行反诈的宣传 其实你可以跟那个蔡老师介绍介绍 蔡老师他会不会容易上当啊 被骗呢 蔡老师曾经有个小品 我扫了一个月地终于把你们扫出来了 对对对 叫天网恢恢的一个小品对对对对对 就是反专门反诈的那个 对在央视村 我演过一个反诈片的警察 是是是卧底 对卧底大妈 对对对对扫地的那个大妈 您能不能帮我们接一个电话 帮你们骗人呐 张大爷 我是听听您到银行了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这支基金的利息又上调了 钱怎么没到账啊 坏了 打得我的卡出来 李婶 没想到啊 你藏得够深啊 我扫了一个月的地 终于把你给扫出来了 现在有什么最新的诈骗方式吗 最新的诈骗方式 他们都是通过电话 简单的就是说一件小事 现在我们经常见的就是快递 它不像之前了 你的信用卡在境外花了多少钱 这个大伙不信了 对可能大家不信了 对吧 但是有快递 他可能会说 你有一个快递到这里了 需要交点手续啊 或者提交你这个个人信息啊 我们来确定这个订单啊等等的 了解到你这个个人信息之后 然后就会误导着你先交款 反正不管是任何一种诈骗吧 他一定是在你 莫名其妙的情况下 他就想找你要钱 他们的花样很多 但是我们防范的手段呢 也是一直在多 你不变硬万变的就是 你管我要钱 我就不给你 我们那个麻烦来送羊 他在那里 他妈从内户过来说 你干什么了你 你还跟着打架 你看中院你看 人要要要要专费呢 妈 我不在这呢吗 你在说什么啊 他提过他在家 他如果不在家 他妈肯定把钱打过去 妈妈肯定很着急了 第一时间很着急 他妈真的糊涂了 身边就有这样的例子 对啊 就是啊 我有个叔叔也是接到了 这个诈骗电话 他真的相信 然后他就去银行的路上 特别碰到了北京 一个好的出租车司机 说叔叔您这么着急干嘛 说去银行 我得赶紧交钱去 他说怎么怎么着 必须得把那个钱给交了 什么什么的 然后那个司机就说 说我给您开了派出所了 说您别去银行了 所以会有很多 我们的公安干警啊 其实是在帮助着很多这些 我们身边的朋友们 怎么感觉这个话题 拐出去了 不对不对 卓梁这刚要跟女嘉宾见面了 这是一个很好的提升形象的一个机会 非常好 但是有你这样的男朋友之后 我觉得这个女孩子安全感会 暴增 对不对 就是是不是 至少他肯定不骗人 对不对 他还防止别人骗人 你敢骗我 我男朋友是警察 第一印象感觉怎么样 你喜欢这样的类型吗 个子很高 身材很好 周梁呢 你对我们 慧莹有什么感受 很温柔可爱 你能不能跟这个我们 女嘉宾介绍一下 你身上的缺点里 你最希望他能包容的是什么 我的缺点 有点大男子主义的这种意思 比较爱面 就是可能在 外人眼中 我觉得 我要站在一个 主导地位 你是不是这个意思 就是说 我可以在外面 请你给够我面子 你回家我可以跟你认错 嗯 是是这个意思 那有什么事情女生做 你是认为 让你没面子呢 比如说我们两个之间 有了一些什么别扭 但是今天晚上呢 可能跟朋友们已经约好了 我们要吃饭 然后可能 把情绪带到当场吧 嗯 发在脸上 我懂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是属于那种撑一下就急了 还是说 我情绪其实控制挺好 不是那种 爆发的很严重的人 但是我会把这件事情 记在心里 我回头可能去跟你聊 我想看你是什么态度 你要是觉得 我说的没问题 我说的这个确实挺尴尬的 那我们是不是下一次 就别这么尴尬 如果我是发脾气的 你可能就不太接得住 发脾气我也接得住 我也不会跟他对着发脾气 但是我会跟他讲道理 只要别当着外人发脾气就行 是吧 别当着大伙的面 让我下不来台 对对对 很尴尬的这种场景 最后终极一问 因为这个事我觉得女嘉宾 甚至很多观众都很关心 俩人家里没外人 真吵架了 但是这事最后就是你错了 那么你会认错吗 我承认他 就是我做错的事情 我当然要承认 直接就说 那好我错了 我做错了 我认识到我做错了 就我就是错了 那么下筷注意 会认错的男人都是好男人 因为代表了进步的可能性 不认错的男人 你就后面吃亏吃大了 所以你看表达的时候一定要谨慎 所以说来说去 这不叫大男子主义 重其量就是一个要面子的人 对 其实你也可以做得到 在外面给男朋友面子吧 完全可以 我感觉她就是那种贤惠 而且特别善点人意的小姑娘 放心 在我们妹妹这儿 不会发生这种事 关键是找这样一个大哥哥呵护 感觉也挺好的是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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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